興建中的工地樹立幾根鋼梁 長短不一現場已經停止施作 仔細一看有些還是歪斜的 十九根鋼梁高達十六根都是歪斜 已經拆除地點就在臺南南溪區南溪公園 這是臺南消防局南溪分隊 因應人力與消防車數量增加 花費總預算五千萬興建工程 這樣不堪的工程品質遭受質疑 一直在強調要改善這個工程 但營造沒有能力改善 所以才會衍生出後續 十九根柱子有十六根是歪的 這樣的問題 實際上這個營造廠商 它是沒有領到錢的 所以這個倒是市民朋友 比較不用擔心 早在二零二二年九月 消防局就發現一樓地平鋼筋柱 偏移進行缺失改善 但去年一月發現工程進度延宕 兼建造單位沒有進建造責任 所以去年二月七月 分別向施工廠商以及監造單位 終止契約 全案進入救濟司法程序 有缺失就要立刻請他改善 或者打掉重做 已經在追究建築師的監造責任 消防局表示 失作廠商遭外聘專家學者 核定為不良廠商 目前解約之外 也將拆除重建 並交由市府公務局代辦 重新評選建築師 盡快讓消防分隊 有新的聽設能夠使用 華視新聞劉漢生台南報導 哈囉我是林明睿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